适合低年级学生涂颜色用的材料呢 有三种 一个是蜡笔 油画棒和炫彩棒 蜡笔和油画棒 都是用油来作为它的混合物的 而炫彩棒呢 是一种新型的材料 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当我们把它画出来的时候 它可以比水溶 这是它们的一个区别 另外呢 它们的软硬程度不同 蜡笔是最硬的 油画棒比较软 炫彩棒非常软 所以最软的是炫彩棒 最硬的是蜡笔 我们判断这个材料呢 不能根据它的形来判断 你看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个 是Tasteable Crayon 也是蜡笔的一种 当我画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它其实和这个蜡笔画出来的颜色 是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蜡笔 油画棒呢 除了有这样的形状 它有的可能是圆形 所以判断它的时候呢 就要看它的名字 如果它叫做Crayon 那么就是蜡笔 如果叫做Oil Pastel 就是油画棒 那么炫彩棒呢 因为它现在很很新 所以它的名字在盒子上 一般也标注成Oil Pastel 但它其实不是Oil的 它是Water Based Crayon 现在呢 我们来试验一下 我们所说的它的水性和油性 我用水在上面画过去呢 这颜色是不变化的 同样油画棒也是 画上去没有任何变化 而炫彩棒我画上去之后 你能看到它的颜色就出来了 而同样的 在油画棒或者是蜡笔上面 它就不会有这样的变化 刚才提到的蜡笔 油画棒和炫彩棒呢 都是非常适合低年龄的孩子使用的 它的特点是着色方便 不容易弄脏衣服 那么当孩子进入年龄稍微大一点呢 它就会对精细刻画 有一定要求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要接触到的材料 就是彩色铅笔 彩色铅笔也有两种 如果说这上面有Water Colors 就是它是水溶性的彩色铅笔 我们如果画在纸上呢 可以通过用毛笔 沾水的方式 来进行一定程度的运染 如果是普通的彩色铅笔 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除了刚才介绍的那些材料以外呢 我们还经常用到的一种材料呢 叫做Marker Marker呢 它非常容易使用 也是有两种 一种叫做Primary Marker 还有一种呢 叫做Washable Marker 那么低年龄呢 我们推荐使用Washable的 这样如果弄到衣服上了 比较容易洗掉 那么Marker还有一种粗的 一种细的扁头的 这都是商家在 为了错促销采用的一些方法 其实是都可以的 就是对孩子来说 都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颜料 我现在面前摆着的 这三种不同的包装 都是一样的颜料 叫做丙细颜料 我们用英语说是Acrylic Paint 那么颜料呢 不是根据它的包装形状 来分别它的性质的 而是要看它的名字 如果上面写的Acrylic 就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丙细颜料 丙细颜料呢 是一种新型的颜料 它呢具备水彩和油化的性质 水彩是一种透明颜色 所以如果我们把丙细颜料加水 加到很稀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具备水彩的特征 能画出透明的颜色 如果我们给丙细颜料 不加太多的水 让它用厚的方法画呢 它又能够画出油化的激励效果 我们现在看到呢 是三种不同的颜色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 就是刚才我介绍的丙细颜料 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新型的颜料 这个呢是水彩颜料 水彩颜料是矿物质颜料 所以它呢也不错 刚才我讲过它是透明颜色 那它对画画的技巧有很高的要求 如果说画错了 那么它的容错率是很低的 丙细颜料如果画错了 可以用浅颜色遮盖住深的颜色 那水彩颜色就不行 它必须是从前往深画 所以它如果画错了 把深颜色画上去了就不对 那就没有办法 只能小范围的调整 不能够说把它整个的盖子再重新画 最后这一个呢是油化颜料 油化颜料呢 我们不能够用水来调和 如果加水的话 它会变成渣渣 不能够画了就 那么它需要用特殊的油料来调和 这就是跟它配套的使用的油料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水彩的这种形式 水彩我们常见的是这种膏状的 牙膏管一样挤出来的是膏状的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挤出来是膏状的 那这么一个颜色 我刚才讲过说水彩是用水来调和的 那这种膏状是我们最常见也比较普遍常用的 再有一种呢是这种 我们把它称作蛋糕水彩 它是块状的 就是因为水彩是可以用水来调和 而且它干了之后呢 这个水彩的银仍然是不稳定的 所以它把它先做成块状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块上来调这个颜色 画到纸上 它的优点呢是 非常适合低年龄的孩子来使用 那么这种颜色就尽量买颜色多的 因为它调色的功能不是很好 所以尽量是这个块多一点 那么能够把画面的颜色减少这个调配 都会比较好 因为调配的话很容易把这颜色弄脏 就不太好清洁 所以颜色就多好 这是也很适合低年龄的孩子学习和掌握 再有呢是这种叫做 Watercolor Pencils 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彩色铅笔呢 它也有油性和水性的区别 那这个就是水性的彩色铅笔 画上去之后呢再用 再用毛笔沾水来在纸面上 给它一些水来调和的话呢 那这个纸面能够画出像水彩一样的效果 而且干了之后还可以再叠加 那艺术效果可以比较丰富 再有就是这个 我们说炫彩棒 它也叫做Watercolor Crayon 这几种就是水性的 它也可以画成水彩的那种效果 好今天呢我们就把颜料呢介绍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 就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想要了解哪些颜色呢 也可以在单独的跟老师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还有哪些颜色不明白 在我的视频中有哪一块 你觉得还有疑问 都可以留下你的问题 老师会一个一个的给你们解答 下面请你们移动一下的手指 在屏幕的下方给老师一个订阅 然后呢老师以后的视频 你们都可以看到了 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